汤女士家在绍兴州记紫津首府小区家门口装了一个监控 去年12月24号她发现家门口被一堆垃圾堵着 查看监控后发现是邻居扔的垃圾 就在门口经过的时候就用脚踢踹我女儿的硬药车 随后就是多次踢踹之后就将她自己门口的装修垃圾抛制到我的门上 到家以后就是这个门已经开不了了堵住了被垃圾堵住了 邻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汤女士说因为之前双方有矛盾 如何装公有区域的使用各方面没有跟我们进行过任何协商 就是明确要在要把这个原有的栏杆拆除包窗把窗户包掉 并做鞋柜和拖把池 影响就是我北面有三散窗户嘛 包括一个房间就是我的通风和采光 包括居住隐私都会受到一些一定的程度的影响 汤女士介绍这位邻居家门口有一个通道正对着她家的书房 本来通道两边都只有护栏 但是现在朝外的一侧安装了窗户和一个近一米高的柜子 记者电话联系上汤女士的邻居了解情况 开工第一天就跟那个阿姨说过 我说我们这边要装窗户的 之后她不同意啊 这不同意呢我有什么办法 那我说这个包子 她们不同意您就是就自己做掉了吗 对对那肯定是做掉了 你看你看她旁边那个空调那里 她那个走廊上那个风吹过来 你看她这个是不是夏天的时候 那个风非常热 是不是走到吹到那个走廊上了 她这个她也没有经过我 压根也没有来问我 我要求她这个空调也拆掉 这个没问题 如果她这个空调拆掉了 我全部都会不原样 邻居的意思是 汤女士家的空调外机 正对着她家卫生间的窗户 是汤女士没有顾及她的感受在先 不过汤女士认为 正常的设备平台 是紧挨着邻居家的窗户的 反而现在这个距离影响会小一点 我们空调 我们所有的户型 都有设计的设备阳台 因为他们把设备阳台占用掉以后 他只有自己想办法 他这个外机找一个位置摆放 设备阳台占用 当然不合理 物业报警里表示 汤女士之前向他们反映双方的矛盾后 物业也帮忙进行过调解 但问题没有解决 至于垃圾的事情 汤女士邻居的解释是 垃圾堵门的事儿 目前辖区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汤女士说 他会考虑把空调外机拆除 同时也希望邻居家能把通道恢复原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